生命中的快樂都在孤獨裡創造 我是倉庫的女兒 我是Clay 為什麼介系詞很難學 大概可以歸類成三種特性 同一個介系詞它可以有很多個意思 但同時它的概念也可以非常的重疊 聽不懂吧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像是 on She is sitting on the table 這時候的 on 就是在什麼東西的上面 She is on the team 就是她在隊伍上面 她是參與這個團體裡面也用 on 因為講英文的國家有太多了 甚至在同一個國家 地區不同 它的用法自然就不同 像我們台語有北部腔 中部腔 南部腔一樣 美國會說 A is different from B 用 different from 那如果在英國就是 A is different to be 介系詞一個用 from 一個用 to 那你到底要背哪一個 再來這個特性呢 是比較屬於語言上面的特性 你根本聽不見 有很多介系詞 它其實只是功能上的意義 它沒有實質的意義 那自然而然就會用非常短 非常弱的聲音去帶過這個介系詞 Talk to me 我會講 T worst of all of 你聽見我唸 off了嗎 of F-O-R for 但我們在句子裡面常常會聽到是唸 for I'm looking for Claire 我不是唸for 有時候在美句聽不見 但是你打開字幕發現 哎呀 它原來在唸介系詞 介系詞它不像文法、時態、語氣一樣 有一個固定的系統 那大部分人就是遇到一個就背一個 像是arrive at 小地方 arrive in 大地方 我相信大家都背過 但是這也是它困難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沒有固定的系統 所以它沒有辦法用一個觀念 就涵蓋所有的介系詞 介系詞其實是在組織歸納我們的想法 告訴你時間、地點 此還可以避免語意不清 看報紙的字裡行間 我們會說 in the newspaper 在報紙的上面 on the newspaper 讓你溝通更明確 知道兩者之間的關聯 the key to the car 車子的鑰匙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介系詞的用法 請記得關注一張圖搞懂月刊 11月號的封面故事 在所有的伯克萊成品 金石堂書店都可以買得到 介系詞的規則十分繁雜 不需要印記 而是要學習如何判斷 並挑選出最適合的介系詞 看待介系詞 你要看作是單字或者是片語 而非文法句型的問題 你透過大量的接觸 建立基本的語感 你可以在紛亂之中找出秩序的驚喜 也在秩序中又期待未知 請問一下